即时新闻综合报道,彰化地区干机场的鸡蛋在今年4月间被检验出带傲新弹量超标,针对农委会及环保署、彰化县政府等单位器未能查明污染来源及图景,监察院经通过提案予以纠正。 其中监察院只以该次污染状况及特殊却至今未查明源头,且彰化县政府事前却对序幕场负责人更换,使用自配饲料等情是毫无所惜。 农委会竟也以短暂期间之自配饲料及查却有难处等有辩解,监察院判行政机关能积极追查,使民众免于食入带傲新污染食品之疑虑。 监察院经发布新闻稿指出,针对今年4月间的鸡蛋代傲新弹量超标事件,农委会及环保署器未能救污染来源,遭污染饲料或添加物种类污染传播途径等予以查明,且彰化县政府对辖内序幕场未能积极管理。 农委会则忽视饲料管理法第一条所揭示之保持饲料品质以维护国民健康之目的,因此监察院财政与经济委员会经提出纠正。 监察院指出,该次鸡蛋所检验出带傲新铜原物出现2378PCDF比率高达80%以上之情况,极为特殊。 农委会推测污染物非来自正常饲料,但污染源头、传播途径等契经都未予以查明,就连机之所释入污染饲料数量及其间,致带傲新累积之验证数据也都无逢确认。 监察院也质疑,彰化县政府在事件发生后,才进行访查及采取作为,事前却对序幕厂负责人更换,使用自配饲料等情是毫无所惜。 农委会竟已清流感疫情频传之养行业者管制出入,故短暂期间之自配饲料及查却有难处等由辩解导致该序幕厂所使用之自配饲料难以追查。 亦未能再行追踪带傲新污染物之可能来源。 监察院也举相关数据指出,本事件中预防性下架的鸡蛋数量达9000余公斤,其中属红章序幕厂货无法确认来源者而封存之鸡蛋达4276。 8公斤,约8.5万颗,显然农委会对推动蛋品溯源制度,人未能确实追查蛋品流程。 虽然为福布灾事发后采取预防性下架措施,但对照鸿章序幕厂美,日平均产蛋量高约1100到1200公斤,约2.2-2.4万颗该序幕厂遭带傲新污染的鸡蛋。 于本案采样制下架期间106年2月15日起至4月21日,即生产高达约75000余公斤,约150万颗,意味有7万公斤,即约140万颗鸡蛋已流入市面并遭使用。 对国人的健康危害已然造成疑虑,虽然为福布评估不致超出摄取标准值,但用一天使用鸡蛋数量加以表述,意使民众误解并空损及政府公信力,使有检讨改进之必要。